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现在我们今天讲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手机不被定位,不被监控 让自己的手机的隐私不被别人窃取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在讲这个事情之前先给你讲一下手机被监控的一个原理 这些原理是怎么来的 这样的话要你们更清楚,简单明了点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接触过的 所以我有很大的发源权 所以我今天就把大概的这个过程说一下 首先第一点,安卓系统的手机是4.0之前的 安卓4.0之前 它是启用了短信息开启手机的监控功能的 就是通话录音,定位,手机被定位被监控 然后通话录音上传的指定邮箱 然后你的短信息转发到邮箱里面之类的这些信息 包括照片啊,录像啊,这些东西 那现在给你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因为4.0之前的手机的这个安卓系统的手机呢 它的短信息是可以隐藏的,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有一个,比如说它收到一个特定的一个符号之外的话 收到一个听的符号,三个紧 然后这个段手机的后面这些数字 这个短信息它就不显示了 然后呢,大家是在执行这个命令 所以你收到这个短信息的时候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收到这个短信息了 而它就在执行这个命令了 比如说通话录音啊,开启功能啊,之类的东西 它就默默地在手机后台里面就给你开启起来了 开动起来了 这个是手机的原来的那个4.0以上的一个版本的时候 以下的版本的时候做这个事情 那后来那个安卓系统的手机去升级了以后呢 它就起到了另一个方式去做 因为那个时候4.0以后你发的短信息呢 它会显示出来 那就产生不了那个隐藏的那种状态了 隐藏状态,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另一种方式叫推送 因为你手机,你看手机没事就蹦蹦蹦蹦一响 然后里面会含出一个什么广告词啊之类的 就是通知嘛 就是里面那个你在通知栏会看到这些内容的 那后来的那个为了监控这部手机的话 安卓系统手机的话 它就会做到了这么一块东西 就是推送,推送信息 但是推送这个信息呢 你的推送界面上面也不会显示这个状态 那你不会显示这个推送信息的状态以后呢 那你就,它就进行执行这个软件 就开始执行它这个命令 比如说上传邮箱啊 启动发指令啊 这些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安卓手机吧 它主要一些功能的话 到目前为止 现在我了解的话 以前还没有做到就是微信上传到邮箱嘛 它现在的话能做到手机微信上传到邮箱里面 因为你现在的很多的 所以它后面启动的方式都是走流量制的 这所有的阶段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 安卓系统的这个手机的话 它做的这块的话 都是要传到那个传到邮箱里面 或者说上传到指定的服务器上面 这么一块来做 所以呢 大概的这个内容呢 我们今天给你讲一下 就是原理 原理呢 包括它能控制什么呢 控制你的摄像头 控制你的录音 你的通话录音 上传的指定通话就完毕 和自动上传的邮箱里面 之类的这些内容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会有人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手机上面不是有图标吗 好 我可以跟你讲一下 那个图标不会在你手机屏幕上面 就是上面那个快捷键 那所谓就是手机上面的快捷键 快捷图标 那上面不会显示出来的 那你在哪里能看呢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程序管理里面 可以找到这么一个程序出来 所以说 你如果看到一个 手机屏幕上面没有图标 但是 但是在那个应用管理里面 有这么一个图标的话 那这个文件 这个里面 这个就是有风险的一个软件了 这是一个 这是我周边的公园 挺漂亮的 当然了 相对应的 其实也有办法 让这个图标 不会在你这个系统上面 应用程序管理里面显示出来 那么就有一个方法 它是有个方法的 就是越狱 不是 苹果叫越狱 安卓叫Lod Lod以后呢 把这个软件 在激活以后 再安装到SYS系统的那个里面 APP的文件夹里面就行了 这样的话 你在重新启动的时候 你的应用管理里面 是显示不出来这个软件的 然后呢 它再把那个Lod给取消掉 这个时候呢 你的手机基本上 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你也就不知道了 好 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的话 其实苹果手机本身 就带了这个功能了 只是说 很多人不太明白 苹果手机 它带了些什么功能呢 其实就是定位 苹果手机 它就是个定位功能 比如说寻找我的手机 包括安卓系统的手机里面 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寻找我的手机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出现的 过程当中呢 原来是 目的是说 让它 就是定位 当前人的位置 就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手机丢了 它可以找到 这么一个方式去走 所以苹果手机 你可以 包括安卓手机 都有我的定位 这一块 这个就是很现实 很 就马上就出来的 一个功能 这我就给你 大概就说一下 但是这种呢 它要知道 你的账号跟密码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亲人朋友 知道你的账户密码的话 它就可以登录到 定位平台那边 就直接定位在 你的具体的位置 当然了 这种 这种两个定位的方式呢 它是 不能把你的手机的 那个 所谓的 手机的信息 上传到 它的邮箱里面 这是它做不到的 它只能起到 一个定位的功能 因为这个是 很明的说的 一个功能了 防范你的手机 被监控的方法 怎么样呢 告诉你 安卓手机的防控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说别人送你的手机 收 收了 尤其女孩子很多 收 收了以后呢 你就把它拿到 售后那边 直接 刷机 第一个动作 必须刷机 刷得干干净净的 苹果手机也去刷机嘛 刷得干干净净的 刷完机以后 你再设成 用户密码 重新设好 你自己的 单独的用户密码 账号啊 这些东西 重新做过以后 哎 就行了 最安全了 同时呢 你的手机 不要给你 最亲密的人 让他用你的手机吧 啊 这个 就算打个电话之类的 你也在你的眼皮底下吧 这是 最基本的方式吧 万一你不注意 他也就知道了 哇 怎么办呢 其实呢 你没什么事 就看一下 那个设置里面的 应用程序管理 里面有没有 不带 外面没有图标 你不认识的 把它卸载掉就好了 除非 除非这个手机 骆驼了 越狱了 骆驼或者越狱了 那如果是 骆驼过的手机的话 你只能刷机 这一个方法 没有其他的方法 啊 这是我告诉大家 最 清 简单的方式 方 最简单的方法 还有定位的是 你手机被监控 被定位的话 你那个定位怎么解决呢 就是我的功能 我的定位 这个怎么去掉呢 告诉你 账户 用户密码 改成你自己的 啊 改成你自己的 而且那手机里面 苹果手机里面 那个 我的位置 就是它有一个 呃 把那个开关 给它关掉 安卓系统 把那个开关 也关掉 啊 如果你想使用的话 其实 账号跟密码 是属于你自己 单独的 别人不知道的 情况之下 就OK了 啊 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防范 自己手机 被监控的 一个方式了 安卓系统的 那个 开发者选项 一定要关闭 不要开起来 啊 开发者选项 不要开起来 这一点 切记切记 就算你用过了 开发者选项以后 也比它 把它给它关闭掉 关闭以后 你的设的密码 各个方面 它也进不去 开发者选项 位置来源 全部关闭 喜欢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点击 点阅啊 你的订阅 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会不断提供 好料给大家的 再见咯 谢谢 拜拜